加藏三吨现金被控三大罪 赖小民朋友圈签出两女星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前董事长赖小民日前被双开 中共官方通报其三宗罪 陆梅称赖小民家中藏有赃款 2.7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三吨宠 另外赖小民的朋友圈还签出两名女演员广告 10月15日中共官方通报中国华融前党委书记 董事长赖小民被立案审查 通报指控赖小民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搞政治投机违背中央金融工作方针任人维宣 与多名女性搞权策交易 收受巨额财务涉嫌社会犯罪非法 占有公共财务涉嫌贪污犯罪等 赖小民被开除中共党籍及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 移送检查机关审查起诉 中国华融是一家强大的中共国有借贷机构 领导华融近十年的赖小民4月起被调查 财新网8月10日报道 说华融集团8月3、4日召开会议 通报了赖小民的部分案情 通报 趁办案人员在赖小民的几处房产里搜出的外币现金以人民币计算 共计2.7亿元 相当于约三吨重放在一起超过三个例 方米但这还不是其腐败案的全部涉爱台产 根据中纪委的通报赖小民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相互交织 包括搞政治投机搞美化宣传个人捞取政治资本 认人维权 认人维利 认人维权 谈到赖小民的朋友圈最瘾 仍关注的是台湾知名女星吴佩慈的男友季小波 以及大陆知名女星赵薇的丈夫 黄有龙2013年4月华融首家境外平台子公司 中国华融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在香港成立 赖小民早年频繁出没香港 与一些大陆在港的私企老板们关系甚密 且被称为香港的财神爷 2015年3月华融系旗下华融金控正式借壳天行国际 天行国际此前从事大陆客户放贷 典当贷款和融资租赁等业务 季小波曾是这一上市公司的执行董事 及行政总裁但华融系入主不久 季小波持股公司变退出天行国际股东层面 季的另一个身份是台湾女星吴佩慈的男友 据悉及和赖小民相熟 继为东北人是香港富商 有媒体趁其是神秘富豪车风马载次外 赵薇的丈夫黄有龙也曾被指与赖小民关系密切 陆梅林静曾报道顺龙控股的大股东黄有龙 输送关系陆梅已曝光明夏天元蒙叶集团董事长 明夏首富贾天江也卷入赖小民 按赖小民与明天系掌门人肖建华 华信董事会主席叶简明 以及重庆前市委书记孙政才的关系也浮出水面 现年56岁的赖小民 曾长期在中共央行工作 曾任央行银行监管二次副司长 一间会办公厅主任 2009年起担任华荣总裁 董事长业界评价 赖小民胆子大的惊人 后大喜功自他掌管华荣后 将企业从谨慎变得激进 据披露赖小民已经暗中离婚 其前妻原在光大银行总行任信贷管理部总经理现已退休 而其在香港有一对双八胎幼子